Hi! My name is Kai Ewan 我又去KUPO買東西啦 來買東西囉 KUPO 那今天去KUPO發現他們有先開另外一間展售中心 就是專門設計給 像是舞台燈光音響之類的 就是要架舞台的那種架子各種支架 收到一個新的資訊 Astera現在KUPO是也有在代理Astera燈管 所以要買Astera可以叫KUPO神奇 我覺得每一個人一生一定要去KUPO展售中心 玩一下因為真的太多東西可以玩了 就不一定你是要當攝影師燈光你才去看KUPO 你可以當個平凡人 然後你只要放一個鞋子在牆壁上 或是你想要掛個衣服 放個海報 或是貼什麼放個東西到你平常放不到的地方 KUPO都可以幫你解決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分享一下 我又新買了四項東西 我買了一個KCP600 然後一個KD731B 一個KCP350B 還有一個356 就是356只有三個數字而已 那我們先從這個KCP350B 是這個小的大力甲 它算是大力甲嗎 我覺得它不只是大力甲而已 它還有非常非常多功能 像是它旁邊這裡有一個凸出來 這個是我問店員 因為它的網站有這個凸出來 但是現場展售的時候 它沒有這個凸出來的工頭 那我就問一下 它說它沒有改版 所以新版的都有這個凸出來 那我之前就是因為這個凸出來這一塊小東西 所以我買了大支的 因為舊的大支的才有這個凸出來的工頭 小支的是沒有的 但是現在它改版之後 哇塞 這小支的也有這個凸出來的工頭 那為什麼我想要這個凸出來的工頭呢 我真的是覺得非常非常好用 因為我平常用這個大力甲 就這種大的夾具 我都是在夾我的鏡子 就是我要來反射燈光用的 這一片看起來有點大 我去拿一片小的 就像這樣子反射燈光用的 那這樣子反射鏡子呢 這旁邊的這個工頭 就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就可以直接拿我們的雨傘關節 然後我們就把它捅到這裡 然後我們就另外一頭 就可以接上像是C甲 C甲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夾到 我們想要的地方啊 或者是我們直接放到一個 小小的燈架 C-Stand之類的 我們就可以夾那一片鏡子在上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那 對啊 現在就可以把我們的體積 面積都縮小 然後我們就可以帶一個小的夾子 如果只要需要小的鏡子 我們就帶小的夾子就可以 不用就 平常就不用帶這個超級大的 大夾子出去 有啦 大夾子夾大片的鏡子 還是有比較穩固啦 但是如果我平常 只需要用小鏡子 或者是我同時需要用大鏡子 跟小鏡子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兩個都派上用場 反正這個KCP350B就是這個的縮小版啦 就是東西一模一樣 連後面這個接收座也都一模一樣 只是這個寬度 夾的地方的寬度不太一樣 然後整體的大小不一樣 好啦我們看下一個產品吧 好下一個產品這是KD731B 這個還蠻神奇的 這個是一個C夾的擴充接收座 很神奇 那我們平常用的C夾 要嘛就是夾在一個管狀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放一個弓頭進去 然後去放燈啊 或者是你想要放的東西上去 或者是你就把它插到燈架上面 然後來夾其他的東西 就這樣的用法 但是呢這個擴充座 它就是可以擴充另外一個接收座 讓你放兩個弓頭在同一個C夾上面 有夠瞎趴 我們就現在來改裝一下我們這個C夾 所以我們要先把整根C夾分解開來 然後把中間這個銅的螺絲把它拆下來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這個神奇的插回去 哇賽 然後最後我們就再把它鎖回去原本的位置 完成 超帥 那為什麼我需要一個C夾上面有兩個接收座呢 那我平常使用 現在還蠻常使用的 是一個叫做CR-LS的反光板 那反光板我 通常會想要在一根燈架上面架 蠻多片的CR-LS反光板 因為想要打不同的光值跟角度 那我們就會使用像是這種雨傘關節 OK 長得像這樣子 那就是我們一邊出來一個雨傘關節 另外一邊也是出來一個雨傘關節 然後我們這樣就可以放兩片的CR-LS反光板 這樣就可以單獨的調整我們兩片的角度 然後在同一個夾具上面 超讚 超酷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使用起來會怎麼樣啦 那就等我之後分享 反正我們就找到了這個神奇的解決方案 那就看看未來會不會把我所有的C夾都變成這樣呢 下一個這個就是大家可能比較常見的就是KCP-600 那我之前有買一個601我覺得太長了 然後我想要把它賣掉 然後我們就換了一個這個600 比較正常的大小 就官網寫說這個夾口只能10.1公分 但是我實測大概可以到11公分是沒有問題的啦 因為我剛好又夾在我一個櫃子上面 那剛好就是差一點點 就是如果依照官網它寫的10.1公分 是沒有辦法夾上去 但是我去現場展售中心 就直接測一下這個開口大小 就是11多公分 差不多11公分啦 所以就可以順利夾到我想要的地方 那一樣就是一個公頭 然後一個接收座 然後就可以輕鬆的夾到任何你想要夾的地方 然後就搞定 然後你就可以放燈啊 然後另外一邊就看你想要放什麼東西 OK來到我們最後一個356 它型號就叫做356 很神奇 它沒有前面那一段什麼KCP啊 KD啊 K什麼東東的 它的型號就叫做356 好那這一個是一個超級矮角 這個比你那個C-Stand的那個 C-Stand可以把中軸拿掉 然後下面有一個底座 但這個比那個底座還要再更矮 這已經幾乎是碰到地板的狀態 所以你這裡有一個轉接座啦 所以你可以平常的小燈 就是有Baby PIN 你就可以放在這裡 那你如果你需要Junior PIN呢 你把這個轉接座拿掉 你這裡就可以塞一個Junior PIN 所以就跟那個C-Stand 那個Turtle Base 是一模一樣的狀態 只是這個是一個分開的產品 那你想要大的還是小的 就它都有附給你啦 那它收納我覺得其實也頗方便 它就是 完全就是沒有任何鎖的東西 因為它就是讓你在地上使用的 就是一個超低角度 它就直接卡到定位 放到地上 燈就可以上去 完全不用再把它鎖緊啊 或者是怎麼樣的 我是覺得還蠻酷的啦 那這個我買的是為了我買的 新燈Aputure 1200D Pro 1200W的LED燈 所以才買這個東西 因為它承重可以 承重10公斤 10公斤 這麼小小的東西可以承重10公斤 那你當然也可以放小的東西啦 像其他的小配件 你要放個小燈在上面也是可以啦 只是這個有點像是一個 巨無霸型的 矮角 燈角啦 燈角 好 那就差不多這樣啦 就 我買這個是為了 1200D Pro 因為我喜歡用CR-LS反光板 就 如果你要放在一個燈角上面 那你肯定需要一個比較大的鋁角 或是比較重的角 才能撐起1200D Pro 但是我就是要反射來反射去 我根本不需要管 我的燈本體放在哪裡 那我當然是越低越好啦 所以我就找到這個 可以放在超低角度 不需要堆一大堆沙包 就可以把我們的1200W的燈放在地上 然後就用CR-LS反光板反射來反射去 完美 OK 之後我們今天買了4個KUPO的產品 那希望可以解決我目前遇到的問題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器台的playlist 請注意一下 我的名字是KaiYuan 我會見到你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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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